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hello各位观众伦们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刘威 我现在呢在天津港来拍摄我身边的这台超越霸道的车 Forerunner超霸 Forerunner全系呢总共有四款车型 我身边的这台叫做SR5的版本 它是全系的最低配的车型 再往上面呢有一个偏向于越野的TRD Offroad的版本 再往上呢有一个偏向于公路版本的LTD版本 再往上呢就有一个TRD Pro的版本 那是一个经过原厂的改装 并且加装了什么护板 加装了一个原厂的强化轮毂 强化的越野轮胎还有顶框的那个版本 那个版本呢是一个更偏向于越野的版本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最便宜的这个SR5的版本 具体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力表现 整个4Rand的车系呢 它整个前脸的冲击力 我觉得要比霸道来的更猛烈一些 因为它原厂就是一个很凶很张牙舞爪的一个表情 配置方面呢能看到它远近光全都是鲁素的 再往下能看到一个雾灯 再让我找找其他的配置 我也找不出来了 前脸就这样嘛 我们看侧面 我的身高呢是1米7 来到侧面呢你会发现这台车 它的高度要比我高不了太多 所以说我现在比较担心它内部的一个头部空间的表现 而普拉多呢原厂情况下 其实要比这台车要高出了不少 高出了大概六七公分的样子 轮胎方面呢这台车使的是一个26570 17尺寸的AT20 这是一个很轻度的越野轮胎 如果你要是去一些轻度的越野路面的话呢 这个轮胎呢其实还是可以胜任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中重度的进行越野的话 我建议还是换一个标准的AT轮胎 我刚刚查了一下价格 百路10的Q2大概是在1500块钱左右 而顾伯的AT3呢大概是在1200块钱左右 一条的这么一个价格 Forender正车尾呢也是非常的方方正正 非常的漂亮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台车 而Forender最独特的一个车尾的地方 就是关于它这个可以直上直下的后风挡了 而且能看到它这个后雨刷是隐藏在上边的 它是一个隐藏式的后雨刷 而这个可以升降的后风挡呢 可以方便你在不开启后备箱尾门的情况下呢 拿取一些小件物品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要是干婚庆的话呢 你可能会买一台这个车 因为它是可以上下的升降玻璃 可以方便你伸出你的摄像机 来拍摄那个那一段新人的 当然了我不建议你这么干 因为这样的话不太安全 另外的关于配置方面 能看到我们这台车是带有原厂的拖车方口 以及拖车电源的 这就方便了你在出去玩的时候 拖一个小拖车啊 或者拖一个房车出去玩 关于配置方面呢 这台车它是没有电动尾门的 来到内饰呢 它的内饰整体来说 还是一个工具车的感觉 非常硕大的按键 方便你在越野的时候 戴着手套直接按一下 这样的话就减少物操作的几率 而且它这个旋钮啊 真的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粗广 如果最喜欢的就是这台车 它的一个坐姿了 这个坐姿呢 你可以在开车的时候这样 那真的是超霸道了 而且呢你会发现这台车的车窗升降按钮 都是在门板的最上边 这跟奔驰记以及路虎的某些车型 都是极为相似的 而关于配置方面能看到我们这台车 它是一个具有天窗的版本 还有就是它的定速巡航 以及这个手动空调 还有就是它有倒车影像 虽然说它这个屏幕啊 没有我的手机屏幕大 它的前排呢是带有座椅加热的 毕竟呢是加拿大版本的车型 天比较冷一些 大家也都能理解 另外呢能看到地台上有一个手扣的按键 你往上拉一下 你发现它并不是电子手扇 它是后风挡的玻璃的升降按钮 而这个车呢真正的一个驻车的刹车呢 看到没有 脚刹 往车顶上看能看到一部分其他的控制按钮 而这个123呢是可以设置成你的车库门的一个开关的控制按钮 而如果你要是没有车库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改成一些气泵啊 或者是射灯的开关 车顶上还能看到一个A-TRACK的控制按钮 这台车呢它是一个传统的分时四驱的版本 并且呢这台车它是一个没有后桥差速锁的版本 而这个A-TRACK的控制系统呢能大大的弥补你没有后锁的不足 增加你的脱困能力 储物以及便利性方面呢 这台车它的中央扶手箱是非常的大的 堪比汉兰达的一个中央扶手箱的空间 其他的储物空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的前排呢两个12伏的点音器接口 一个USB接口 后排的坐姿呢是影剧院的效果 当然了你也可以像前排式的 哎 这么做手扶在车窗上面就有种领导的感觉了 而在外边呢我刚刚比较担心它的头部空间 其实实际看起来呢我的头部还有四只的空间 当然了也是因为它头顶做了一个掏空的处理 后排配置方面能看到这台车 它上面有两个空调出风口并没有独立的空调 再往下看呢是两个12伏的点音器接口 并没有USB接口 如果你后排乘客呢想给手机充电的话 需要插两个转换器 这个座椅呢是可以支持你的前后调节 并且呢它的靠背也是支持抚养调节的 我现在这个座椅在最后呢 我的腿部空间呢大概有两拳多的一个距离 我把这个挪到 挪到腿部空间大概有一拳的距离 我们看看第三排到底怎么样 由于这台车呢是非乘载车身 我上车的时候必须啊要先蹬一下这个踏板 然后再拉动这儿 然后我蹬二级台阶 我靠三级台阶一二三级 第三排的空间呢我个人感觉还真的是不错 前面两排呢全是以我的身高调好的坐姿 第三排我的腿部空间还有一拳的距离 只不过头部空间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冲突 而且坐垫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矮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坐小板凳的感觉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第三排座椅呢 它是坐小朋友 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另外呢第三排的储物空间是比较令我惊奇的 上面有两个小的储物格底下还有一个隐藏的储物格真的是不错 呃还有一点就是它第三排的一个座椅真的是 调节方式比我令我惊讶 这两个座椅平时是隐藏在地板底下的哎 你晚上一抽它就成了第三排了 后备箱空间在七座完全使用上的情况下呢 后备箱近身只有一个掌的近身 它只能放两个书包放一个箱子都放不下 然后我们把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空间 放倒之后呢 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度那么高 因为它第三排空间侵占了一部分地板的空间 所以说会导致它的一个地板比较高 那么你在搬送重物的时候啊 可能送上去会比较的麻烦一些 会比较的累一些 放倒第二排座椅之后呢 它的空间几乎是延展了一倍之多 并且呢它跟后备箱的一个连接处几乎是纯平的 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啊 可以当成一张床来使用它 配置方面能看到它后备箱有锚点 有挂钩 以及还有一个小的橱盒 还有一个加规的插口 以及还有一个12伏的点烯器接口 并且呢那个加规的插口呢 是可以通过你的一个转换机 来转换成咱们国标的一个转行口的 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跟普拉多同源的发动机 4.0V6 EGR的双VVTI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呢是273马力 最大扭矩的是377牛米 变速箱部分呢 这台车使的是一个5AT的变速箱 跟FG库鲁泽是一个变速箱 那么相对于现款的普拉多来说 它要少一个档位 因为普拉多是一个6AT的变速箱 这台车的产品力就在这摆着 它相比普拉多呢要更个性 相比于FG库鲁泽呢 它要更加的实用一些 如果你要是喜欢这台车的话 买就OK了 同配置的普拉多呢 要相比于它 要贵个七八万块钱 反正如果你要是想买的话 店名就在这儿 我等大哥你骑车 然后骑我的话 腿打折 打点折 那么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每天一款失败车 我是安飞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记得分享哦